- 東橋王,我是文恩 今天要來介紹迪士尼海洋一日游的攻略 那今天會來告訴大家要怎麼樣使用Fast Pass 然後還有哪一些設施是我們推薦必玩 然後還有必看的表演喔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Sea 所以一出站往左手邊的入口走就對了 為了儲備今天的體力 我們剛剛選擇是搭迪士尼裡面的專車 然後它會繞一圈坐到Sea 我們現在拿著昨天已經印出來的票 那我們要進場囉 找這個QR Code就可以進去囉 從迪士尼海洋的入口 那個海洋球的一進來的兩側 就有兩家的Gate Shop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法式 要買來帶上一整天的話 建議到裡面來先買好再進去喔 我們今天來的是萬聖節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有萬聖節的主題喔 推薦大家幾個必玩的遊樂設施 第一個呢就是我身後這個人氣最高的 玩具總動員的瘋狂遊戲屋 今天進來時間比較晚 大概是9點左右 那建議大家最好的玩法是呢 如果你8點左右可以進來的話 第一個先進來抽這個玩具總動員的Fast Pass 然後之後再開始玩其他的設施 是最棒的玩法 我們現在已經是大概9點半了 因為我們剛好先查了一個APP 然後這裡最熱門的胡迪 玩具總動員已經被抽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抽 我們之前沒有玩過的泥墨 在我後面的這個就是女友不敢做的 一個圖塔經文 在我身後的這一棟呢 是達比的餐廳 然後他現在啊 才早上10點 排隊人潮已經排到 感覺已經要排一個小時才吃得到飯 耶 入手囉 超可愛的 爆米花在這啦 好了我們終於到了尼莫的那個Fast Pass 所以我們現在來教學一下 要怎麼樣使用Fast Pass怎麼抽 然後還有怎麼進去 首先呢 抽Fast Pass的話 你要先到那個遊樂設施的旁邊 會有一個抽Fast Pass的地方 接下來呢 用你今天的門票呢 用那個機器掃描你的QR Code 他就可以抽到Fast Pass囉 抽到票之後呢 票上會顯示的時間 就是11點半到12點半之間 就可以回來這邊入場囉 然後呢 像Fast Pass它抽取的那個 有間隔的時間 比如說我們10點抽的話 那下一次抽取的時間呢 就會是11點半 我們現在要去排隊 剛剛看到一個感覺還蠻好玩的 碰碰船 我們剛剛玩的那個水上豆具船呢 現在要去抽印第安納瓊斯 Fast Pass 印第安納瓊斯的這一頭 叫做失落三角洲 所以整個都有那種熱帶叢林冒險的感覺 因為距離我們下一次可以抽Fast Pass的時間 大概還有20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下來排隊 買一個Sausage Road吃一下 然後不小心又買了一個雞腿 35週年之排 35週年之排 想跟大家說明一下怎麼樣善用Fast Pass 因為呢 通常你抽完Fast Pass之後呢 像我們剛剛一樣啊 就要間隔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比如說你10點抽11點半 才能再去抽下一個 所以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啊 再去排一個遊樂設施 像我們剛剛呢 就是去排了那個水上的碰碰船 然後排完之後也差不多是時間了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去抽下一個 設施的Fast Pass 然後呢 這個時候 你的剛剛抽到的 10點抽到那個Fast Pass呢 也可以開始玩囉 所以呢 剛剛到了11點半 然後我們就抽了第二輪的Fast Pass 也就是印第安納瓊斯了 然後我們抽到的時間大概就是 3點到4點的時候可以去玩 沒有挑了一輪法式 還是沒有找到喜歡的 我們繼續再站綁 我們現在要去發現港抽 我們今天首先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米莫跟他的朋友 我們的Fast Pass 一卡在手 希望無窮 我們現在這條比較短的啊 是Fast Pass排隊的人潮 然後呢 沒有Fast Pass的話 大概要等90分鐘喔 誠實Review 請問你覺得 這個大概是給幾歲的兒童玩的 大概 國小生 國小生應該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坐在椅子上 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你抹在前面 送來東西講一些日文 對啊 有小孩的朋友 這個應該蠻適合的喔 我們現在要去吃今天的午餐 然後也是園內算蠻有名 我們沒有吃過的雪莉美的餐廳 會有表演喔 我的重頭戲啊 怎麼覺得這一集迪士尼已經被我們拍成吃貨一日遊 已經吃了三樣東西 然後現在還要去吃中餐 吃吃喝喝排隊啊 這就是迪士尼啊 哈哈 這邊用餐的重點就是 他每大概半個小時 會有一場五分鐘的達菲的秀喔 我們吃完飯看完達菲跟朋友的表演 現在呢要去抽今天的第三個Fast Pass 第一星看錢 剛剛剛好經過了那個 35週年限定的表演秀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了神秘島的裡面 看起來果然是蠻神秘的吧 可以看到這邊一整區 全部都是Dobby系列的 現在到下午了 我們終於湊齊全部的裝備了 有爆米花筒 兩個還有頭飾 現在要去玩印第安娜的重試囉 出發 我覺得迪士尼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等待區裡面設計也很用心喔 超有氣氛的 經過大概三四十分鐘的Fast Pass等待 你覺得印第安娜瓊斯玩起來怎麼樣 超好玩 超次劇 值得等待 終於有一樣 得到Phoebe的正面評論 我們剛剛在玩印第安娜瓊斯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同時 有一場表演在進行中 所以你在抽Fast Pass的時候 都記得如果你很想要看秀的話 可能重要設施的時間 記得不要跟秀的時間重疊到喔 這邊這一區應該是有 小美人魚分為珊瑚礁的地方 它雖然沒有什麼 我們是沒有玩到什麼 太多好玩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邊造景造的還蠻漂亮 我們現在應該是在小美人魚他家 現在已經到了晚餐時間了 因為我已經累掛了 超累 超累 超累爆累 吃飽喝足的休息夠囉 我們現在要去美國海濱 看可不可以看到我們最後一場的 在路邊的一個秀 真的變成迪士尼吃貨一日有了 建議大家在等煙火 或是晚上秀的同時 就可以去紀念品店裡面 開始Shopping囉 晚上就是買東西的時間啦 我們就快要抵達 35週年限定的 會在美國海濱的秀囉 現在大概是7點 我們為了等一下8點的秀 先在這附近卡位找個好位子 現在7點要會吃飯 對 然後我會吃飯 8點的秀 現在已經登山人海了 水洩不通了啦 可以走下來 因為那個服務人員會引導你們坐哪裡 這樣子 那現在就排隊等秀開始吧 個人覺得晚上那個表演真的是必看的 它是長20分鐘 然後真的非常的精彩 雖然我已經看了兩邊 但我還是覺得很感動 而且我們很幸運 因為有時候它夏天它就不會有煙火秀 對就會取消了 所以真的是蠻開心可以看到的 我們等一下緊接著30分呢 還有一場煙火秀可以看喔 剛剛看完最後的煙火還蠻感人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進行最終的購物囉 我們現在在這間是看煙火的後方 有一個叫做Department Store 好像叫什麼McDuck的店 然後這裡有很多雪莉莓跟那個 拿飛 還有那個兔子 史黛拉 的那個專區 現在要逛的是在門口的兩大商品店 那個禮品店其中一個 這裡有一大牌超實用又很可愛的毛巾 跟你們講迪士尼真的花錢的時間點在於大概9點過後 我剛剛買了超多怪東西 門口這兩家店實在是太巨大 我們真的逛不完也介紹不完 就就給大家自己來探索 只能說真的非常的好逛好不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東橋Walk DisneySea一日遊攻略囉 總是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